这部电影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却在国外获奖无数 因为他揭露了贫困山区的真实现状 一座简陋的土皮房 木头搭成的校门 破旧不堪的书桌 28个学生和一位老师 就是这所学校的全部 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其实只有40岁 并不是他有什么疾病 而是作为山里唯一的老师 日夜操劳摧残着他的模样 他耐心地嘱咐着身旁的女孩 桌上的粉笔只有26根 一天只能用一根 等粉笔用完了 他也该回来了 因为条件有限 山里的孩子们买不起课本 所以他要将课文抄在黑板上 供大家学习 女孩名叫魏敏之 由于老教师家中变故 需要请假一个月 他便被村长找来当起了代课老师 村里的艰苦是远近出了名的 因此别的老师都不愿意来这里 老教师也只能让这个 年仅13岁的女孩干起了大人的活 临走前老教师叮嘱魏敏之 他回来的时候 希望班上的28个学生都在 这样他会多给魏敏之10块钱的代课费 魏敏之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小学刚毕业的魏敏之成了代课老师 毫无教学经验的他看孩子还行 但上起课来却没办法吸引孩子们的注意 他在黑板上写字 同学们却在身后乱作一团 完全没把魏敏之当回事 生起气来的魏敏之直接把教室门关上 独自坐在门口等待放学 可没一会儿一个女生就来告状 说张慧珂在班级里捣乱 魏敏之进屋一看 顿时气步打一出来 只见讲台倒在地上 纳盒本打算用一个月的粉笔也散落一地 他让张慧珂捡起来 可张慧珂压根不承认是自己所谓 魏敏之一气之下拽着张慧珂就来到讲台前 两人推嗓间 地上的粉笔却直接被踩了个稀碎 这让魏敏之更加难过 同样是个孩子的他并不懂得老师的责任 他一心想着熬到老教室回来 拿到自己的代课肥 第二天 张慧珂又在班级里搞出了不小的动静 他说学习委员在日记里写魏敏之的幻话 魏敏之让张慧珂当着全班人的面读了出来 在落后贫困的山区小学 哪怕一根粉笔都尤为珍贵 听完这些话 同学们都沉默了 魏敏之也明白了什么 当晚他拉着张慧珂去找学习委员道歉 可张慧珂不愿意 魏敏之说 要是今天不道歉他就别想睡觉了 张慧珂心软嘴硬 从兜里掏出五毛钱 让他们再去买喝粉笔 魏敏之这才作罢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魏敏之却发现张慧珂的座位上迟迟没有人影 当他赶到张慧珂的家里才得知 由于母亲卧病在床需要钱看病 张慧珂去城里打工去了 魏敏之想起对老教师的承诺 他决定独自进城找张慧珂 魏敏之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们 年仅13岁的代课老师 竟然伸手找班上的孩子们要钱 搜遍所有人的口袋 加起来也不到两块钱 而去城里的车票是三块钱 想要带着张慧珂一起回来 就必须凑够九块钱 魏敏之本想向同学们借钱 可他们哪来的钱呢 这时有人提议 可以去附近的砖厂搬砖 搬一块砖挣1分5 他们只需要搬1000块砖就能凑够路费 于是魏敏之带着全班人马来到砖厂 等了半天也没看见老板 他们决定先搬砖 砖搬完了老板总不至于赖账 奔跑的一个个小声迎卷起漫天的尘土 终于砖搬完了 而老板也出现了 他听完魏敏之的情况后 痛快地拿出15块钱交给了他 可搬砖毕竟是体力活 同学们早就精疲力尽 魏敏之算了算拿到的钱 扣去路费还能剩下6块 他便领着孩子们来到小卖部 用这6块钱买了两瓶可乐 让大家过意把城里孩子的饮 可乐打开后 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手中的美味 这种又甜又妈的感觉让他们回味无穷 可即使人人都喜欢这种美味 他们仍没忘记留给魏敏之一口 大伙来到车站 可车票的价格却让他们傻了眼 原来车票不是3块 而是20块零5毛 无奈的魏敏之只好带着同学们回到教室 毕竟都是孩子 现在的他们再也搬不动一块砖了 又有人提议 大家可以帮魏敏之混上车 一行人赶到站台 制造出混乱 让魏敏之成功搭上了前往城里的车 可没过多久 他就被售票员发现赶了下去 魏敏之看了看车远去的方向 又回头望了眼山村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近城的路 一路上不时有车从他身旁经过 魏敏之伸手拦车 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直到傍晚 一个好心人开着拖拉机路过 魏敏之这才搭上了便车 等他到了县城已经是第二天 魏敏之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 心中十分茫然 他拿着张慧珂母亲提供的信息一路询问 终于找到了当初和张慧珂一起进城打工的同乡 可同乡却说 刚到城里张慧珂便和自己走丢了 魏敏之便请同乡帮着自己去车站找张慧珂 对方开口要价两块五 因为这是他一天的工钱 魏敏之也只能无奈地答应 他们来到人山人海的车站 在这里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魏敏之想到了找车站广播员帮忙 可即使是这样 一天过去了也是一无所获 同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拿到两块五毛钱后 便留下魏敏之一人寻找张慧珂 小女孩盯着路边的鸡蛋饼 她肚子太饿了 但身上全部积蓄只剩六块五 她实在舍不得花 不知所措的魏敏之在街头游荡着 各种小吃的香味刺激着她的味觉 已经几天不吃饭的肚子 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她抬头一看 一张寻人启事映入眼帘 她又有了想法 她用身上紧剩的钱买了纸笔 趴在车站的椅子上一张张写了起来 就这样一直写到了早上 一位路过的大叔看了看她的寻人启事 提醒她这么做用处并不大 不如去电视台登寻人启事 那是最有效的办法 魏敏之听了进去 她走了数十公里 终于来到电视台 可接待式的阿姨却让她拿出钱来 听说魏敏之身上根本没钱 女人一下子换了负嘴脸 一分家没有带你进去干什么 简直开玩笑 快走开走开 无奈魏敏之只能蹲在门口 希望电视台的领导能看见自己 帮自己找到张慧珂 只要有人从电视台里出来 她就上去追问对方 是不是电视台的领导 可一直等到晚上 她还是没能遇见领导 走在夜市里的魏敏之 看着桌上的残羹剩饭 连续饿了几天的她再也忍不住 抱起桌上的碗就狼吞虎咽起来 吃饱了就睡在路边的电线杆下 第二天继续来到门口蹲着领导 万幸的是 台长从楼上看见了 这个一直等在门口的小姑娘 她叫来接待式的阿姨询问 在得知情况后对她一顿臭骂 还把魏敏之请了进来 台长给魏敏之解决了吃住问题 还安排她上了最火的电视节目 张慧珂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都找了你三天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果然电视的效果立竿见影 原来进城后 张慧珂在车站和同伴走失 她一路流浪 困了就睡在车站的长椅上 饿了就吃别人桌上的剩饭 好在遇到一个好心老板收留了她 直到老板在电视上看见寻人节目 张慧珂看着屏幕里声泪俱下的魏敏之 委屈和自责涌上心头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他们坐着电视台专车回到村里 和他们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车爱心物资 里面有多得数不清的粉笔 电视台的人走后 魏敏之让孩子们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写个字 孩子们拿着从未见过的彩色粉笔 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心中所想 这部电影没有华丽的布景 没有专业的演员 却拍出了最真实的故事 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极为讽刺 我们是按规章制度版主 值班式的接待员不让魏敏之进去 因为他没有介绍信 也拿不出一分钱来 好像现在办什么事都需要有关系 或者有钱才能解决 电影的结局十分美好 电视台出面报道 好心人捐钱捐物 问题看似解决了 可现实往往更加残酷 需要帮助的人远远不止他们 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魏敏之 也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希望它能让更多人去思考去改变